《挑戰神宣》 楊畢青 楊畢青 我父王、阿嬤 做廚祭 這是我的爺爺楊畢青 今年九十四歲了 身體依然非常的健康 好 好 給你減減 不用減減 我的爺爺就是大家說的最典型的慈濟人 一輩子把麻煩當作幸福 把付出當作吃補 從年輕到現在一直都沒有變 你來看這個 看這個相批 這是你去做幾天的相批 這很好喔 這很好紀念 爺爺你去做幾天都要做什麼 爺爺很用功 陪伴他們 是去便宜嗎 對啊 你去便宜做幾天 爺爺爺爺不累 爺爺爺爺也沒有關係 爺爺很壯 身體很健康 很健康 我們一個人 不是求福 要努力去造福 要付出 爺爺爺的腦袋一直都很踏實 得在裝新東西 學日文 學英文 學打字 學畫畫 學付出 還有學習怎麼愛孫子 利益利己 實際上 唯有利益他人 才是真正利益自己 久而久 就能有著深刻的感受 這幾歲 學幾歲 愛拚真愛爺 是爺爺最常說的話 還有另外一句 對的事情做就對了 爺爺這輩子最感謝的人就是奶奶了 他把家裡照顧得很好 也很支持他全心全意的做志工 兩年前 奶奶離開了我們 他把自己捐出去當大體老師 爺爺希望有一天 自己也能成為醫師的老師 在生命的最後一刻 完成和奶奶的約定 繼續牽手做老師 我是楊佩華 他是我的爺爺 楊碧青 重新 練 一邊 二邊 一邊 一邊 六邊